大家好,我是小楠,欢迎收看头脑眼大设计 从中心到华为,中美贸易战的爆发,暴露了中国在芯片领域的不足 在芯片产业链上,美国本来就占据主导地位 全国芯片企业Top10中,美国占据了6家 在过去两年中,特朗普政府不断的肆意打压华为 8月17日,美国商务部进一步设紧对华为获取美国技术的限制 以制裁我国企业和芯片技术发展 而美国此举也给美企造成损失 中国市场是全球增长最快的市场,也是美国半导体产业的最大市场之一 每年的交易额占美国半导体制造商总收入的近三分之一 美国限制芯片供应行为,恐让美国厂商营收缩水高达37% 这也将使全球市占率大减18% 此禁令无疑自毁美国半导体行业 而且由于华为先前的订供量太大 美国的限制导致美国芯片企业失去了华为这个大客户 如今华为买不到芯片,这些芯片无人可卖 全都囤积在仓库里等待着下一个买家 不仅如此,2020年9月3日当天 美国费城半导体指数下跌了5.7% 相应的成分股市场总价值缩水了约1000亿美元 是自6月中旬以来,美国半导体的股价跌幅最大 彭博称,芯片股的暴跌或许与中国出台的半导体新政有关 最近国务院明确提到,2019年中国芯片的自给率只有30% 到了2025年,这个数字要达到70% 对我国来说,靠别人总归不如靠自己 在未来的几十年中,我们必须投入更多的资金 更多的研发人才来建立起自己的芯片领先地位 看完这个视频有想说的,就在视频下方留言讨论 视频元素来自互联网,由头脑眼大设计剪辑制作 欣赏最新奇创业生活,请关注头脑眼大设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